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出一個小小產品的影片 產品的細節 這就是我們的睡眠耳塞AmazeFit 那這個耳塞就是小小的一個小盒子 然後迷你的小耳塞在耳朵裡面 那我們今天要先來從燈光開始 那我們一樣就是持續玩鏡子 而且我們要用一盞燈就是打所有的東西 但這個產品小小的在這個桌子上拍攝 所以也其實不用打太大的場景 所以一盞燈是OK的 那就是一盞300D往上打 飛到一個鏡子 反射到我們的產品上面 那這樣子打 其實就是我不用把一個300D 飛到這麼高的地方 我其實只要反射到這裡 那我300D其實還在地上 就是用一個C夾夾在燈夾上面 這樣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不用飛到這麼高也操作比較方便 就你可能需要Spot或者是Flood 你就可以輕鬆的來調整 飛到上面你就還要再把它降下來 你調整完在身上去 會花比較多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調整鏡子的角度 因為我們現在飛上去 就是主要是打天花板 就是一道光束打天花板 那天花板就是一個柔和的光線 因為天花板是白色的 就是有點像是一個控光幕在頭頂上的概念 那鏡子呢就是一個硬光 讓很硬的光直接打到那個產品上面 那我們直接來調整角度啦 OK完成 那我們鏡子已經把它調整到 我們照出到物體表面 那其實我們的光線是有點偏向左邊的 就是這邊比較暗 那這邊是主要的光源 那這邊也比較暗 就是讓有一點層次 就是有點淡入淡出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是 暗角的概念 就是直接打出暗角的概念 就是邊緣是暗的 然後中間比較亮 沒有 就是有一邊比較亮 有一邊比較暗 就這樣子 那鏡子 你加好角度之後 就是它照到的範圍是一樣 但是你可以用燈 就是偏左偏右 或是Tilt up,Tilt down 來調整鏡子的 照射的 呃... 角落吧 就是你可以照射 比較偏左邊的鏡子 然後它就會呈現有一種 淡入淡出的感覺 這很神奇 就... 像是我現在如果鏡子不動的話 然後燈就是Tilt up,Tilt down 然後我們的光線就會 非常神奇的變化 就是有一種 限定範圍 然後的Fade 就是 調整 光線的 漸變嘛 這很神奇的變化 那一樣鏡子不動 我們的燈偏左 偏右 效果也完全的是 很神奇的變化 就變成你偏左 超過某一個範圍 沒有照到鏡子的話 它就只剩天花板的柔光 達到我們產品 那就不會有那種 硬硬的光線 它就是一個 局限範圍 但是你又可以調整這個範圍 光線的位置 就很神奇 而且是可以控制光線的大小 就大小 就很神奇 我覺得很 很特別的一個 控制光線的方式 OK那燈光打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心拍攝我們的產品啦 那今天一樣用我的 BMPCC 4K 加上我們 特別一點的鏡頭 這一支是 17 70 Sigma的 神奇微距鏡頭 它可以在70端的時候 你可以有 22公分的超近對焦距離 如果你用70-200的話 你最近對焦距離 在70端的時候 是1.1公尺吧 一點多公尺 但是22公分 是真的是 是焦平面22公分 所以你幾乎是 把物體 貼到鏡頭前面來拍攝 而且是在70端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這拍微距 真的是超好用 那種拍攝商品的話 我們就需要把上面的油霧啊 指紋跟灰塵 把它清理乾淨 然後我發現一個 超級好用的試鏡布 雖然它有點貴 它要100多塊的試鏡布 但是 這真的是超好用 它就是 可以把灰塵跟油污 擦得非常非常乾淨 我已經用了這個 試鏡布一陣子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 看看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買的 但是 有興趣就去查一下 OK 我們把我們的產品 擦得超級無敵 乾淨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來開始拍攝囉 OK 所以我們已經拍完了 就是全屏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拍攝就是 全屏 它有APP 所以我們要用手機 然後來拍攝它的APP 一些功能 的部分 所以要來拍攝手機啦 那我們拍攝手機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把我們 已經打好了光 再把它調暗一點 除非你的手機 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它螢幕超亮 不然 你都會把它調暗一點 然後螢幕調到最亮 不然你是看不到螢幕上面的畫面的 那我們螢幕拍攝的話 也要注意一下反光的部分 因為 螢幕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反光面積 如果前面有光線的話 就會看到反光 像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避開的話 就是 我們正面前面 盡量不要光出現 就是 不管是點 或是面的光 全部都不要 就是直接打一個輪廓光 這樣就把它解決 因為 螢幕就是一個會自己發光的東西 我們也不需要特別去打 什麼奇怪的光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開始拍攝囉 OK 我們就這樣拍完 我們手機APP的畫面 那我們最終的影片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拍片日常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今天的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 全部都是日常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